另一個問題 也有大頭掛 廣關大頭牆 搞了大難地 是否最抵死的是康民署 他自己承認了錯誤 康民署的署長 但這件事他們要跟進 梁振英要樹立崖 要將康民署署長登兩級東菇調走 你承認錯誤 承認錯誤就降級兩級 承認錯誤就降級兩級東菇調走 梁振英上場他個人都沒有用這件事 你董建華才會用這個權償 真憑權上場不好意思對以前的同步用這種手段 那你怎樣做 雜體無雜製 所以一定有想有罰的 以前你用警察部用得好 你做雜差出來騙水 不守規矩 他馬上就叫你穿軍裝 戴帽 站大閘 叫你穿水塘 你對付這些工員都是這樣 現在你空民署室 即我署長 聯合他爭哪幾個人 或者主管那個球場工作的人 一齊鄧東菇 鄧兩級 過兩級 立即減民空 調走 你不做的 麻煩你現在大致退入 一定要這樣 梁振英 你就這樣就肯定死了 你對這些工人要殺無聲 那麽問題 那麽問題 首先支持 要鄧東菇的 或者絕對 絕對支持 絕對支持 殺多幾個就好 第二個問題 對